人们说到在宝山赵从仓打下了盼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桃片 证实这里有过人类聚落的存在 那么他们找到了吗 赵从仓的感觉啊还真挺准的 他们往下挖 当他们挖到耕土层以下 这类桃片真的是大量出现 估计如此 因为埋在地下没有受到支持人类活动的干扰 赵从仓那么把一个相连的碎片拼在一起啊 很快就拼出了不少的吵气 这个招饼的 还有那个类似于豆腐的东西 还有那些个就是怀底的 后来我们知道他那时候 这个就是赵从仓仓的收获 赵教授回忆说呢 当时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他们几个人啊兴奋的不行啊 天黑了都停不下来 连吃饭都顾不上 连夜挑灯夜战一直挖到后面 最后每个人都背着满满的一刀桃片 足足五六十斤啊 这才下了山 而当第二天他们把这个重大消息报告给导师 八字算命处 雅成八字命运 是基于生成八字回忽的一门三个处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运 二十一年的遭档 遭档八字算命处 提加风险 雅成八字命运 雅成八字命运 到党规矩 二零八八二五八八 不大改相信了 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会有如此不大的收获 他们就非常的高兴 你想啊 在考古这个学研究中 你要想找到一个什么的遗址 就刚好去把它找到了 这个是非常难做的 也不是採访业谈 当然一个重大发现 一天的发掘是不可能完成的 接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 赵葱昌他们每天都蹲在宝山上继续挖探沟 寻找更多的证据 而经过连续几天的发掘 赵葱昌再次肯定 宝山这块台地上的确存在着一个距离 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人类聚落遗址 那么这是去什么人 后来他们从过复原的草体研究的这些技术 从文明发现到一场为难 明显带有西南地区的变形特征 或者可以说明显带有 独在八十文化 赵昌昌的这个研究成果 当时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同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怎么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李卓贤先生的研究认为 撑阳青铜器和宝汁与楚文化 关系立些 而宝山发生这些淘气呢 也明显具备一代八十文化的特征 这就证明了宝山财迹上的这个群落 所以扑阳青铜器关系立些 有了这个结论 那当时赵重商的内心 你可想而知 除了激动还是激动 因为在他看来 承阳青红气之谜的解采 已经看到希望了 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赵同仓万来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研究 却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想进行 从1990年开始 意识到宝山遇上的重要性 西北大学不止把宝山作为了 炒股研究的实情基地 任台安排留校任教的赵同仓 多次带着学生到这里进行发掘研究 这就包括1998年 赵同仓亲自担任领队 利用暑假 专门对宝山遇上的一个大面积大队 所以除了赛斯部属一级朝铁之外 能够是在也没有了任何 精确性的方式 一直到了这个98年夏天 这个发觉 它的面积都不小 可是这个出了这些遗迹 和这些遗物 却不理想 也就是说和程阳群统记 有着密切关系的宝山人 曾经在宝山台地上生活的这些人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 他们到底属于哪个势力 依然还是另一 那炒股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有的时候 就并不是付出就有归道 那后来怎么办呢 1998年夏天 在宝山的发掘 这些依然没有进 到通常有些心灰 那些放弃的 他就是圣地的这个地方 我就说一下 今天讲的这个是 途律房间怎么的 要算个地方 因为当时他了解到 阳间的事情 那就是一直想关在 这些能够做工作的地方 没办法呀 不能老在一个地方耗下去